普京真的是个牛人 就在刚刚他又下狠手了 我们知道俄乌战争后发生了太多的事 但有两件事网友们都应该记得很清楚 第一件事是俄乌战争爆发后 泽连斯基曾宣布 要给西方国家到乌克兰参战的志愿者 开放绿色通道 同时美国中情局花大量资金 在西方国家招募雇佣军 为派他们到乌克兰与俄军作战 前一阵子媒体报道称 第一批1.6万名雇佣军已经抵达乌克兰 俄罗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是 这些西方雇佣军将不享受战俘待遇 所谓不享受战俘待遇 也就是不享受国际法的保护 直白说就是杀无赦 第二件事是当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不断取得进展 一步步收紧包围口袋之时 在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西部作战之时 北约秘书长坐不住了 公开警告俄罗斯 如果俄军打击北约 对乌克兰军队的军事援助不极限 北约将视为宣战并进行报复 面对这种情况 刚刚普京给了一个巨大回应 不但开始大规模轰炸乌克兰西部 更狠的是他用精准打击西方雇佣军的方式 来回应了北约的警告 当地时间3月13日上午 俄军队利沃夫军事训练基地 进行了精准打击 使用精确指导武器远程精准轰炸了 位于亚沃罗夫市的乌克兰武装部队训练基地 这个训练基地距博兰边境最近处 仅不足23公里 而国防部称这处军事设施 是否乌克兰参与对俄敌对行动外籍雇佣兵的集结地 和外国援助乌克兰武器装备的储存点 俄军称在这次打击中 有180名外籍雇佣兵被消灭 大批武器装备被摧毁 这个被称作国际维和 与安全中心的训练基地 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 没有任何关系 实质上是乌克兰与北约合作的一处设施 自1995年起 基于北约与乌克兰的系列演习 就一直在此处进行 自2014年基辅政变 顿巴斯地区宣布独立以来 乌克兰军队和乌国民警卫队 一直在此处进行训练 而现在这里则是西方雇佣军到乌克兰作战的中转站 也是西方援助乌克兰武器装备的储存点 那边北约刚刚警告了俄罗斯 俄罗斯就用轰炸狠狠回应了北约的威胁 而北约连皮都没敢放一个 北约不但没敢说话 接着乌克兰还赶紧把剩下的雇佣军撤到了波兰境内 并宣布暂停招募国际支援人员 为啥暂停招募呢 答案是乌克兰付不起巨额补偿金 根据相关协议 乌克兰战场上每一个阵亡的外籍人员 都将获得巨额的补偿金 媒体猜测 这些钱将高达80万到200万美元每人 如果这些猜测符合事实的话 180名西方的雇佣军身亡价将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媒体猜测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 如果西方雇佣军真的达到1.6万人 每人高达200万的身亡价 就超过30亿美元 乌克兰真的死不起这些人 俄罗斯如果对乌西部进行大规模的乌差别轰炸 不久乌克兰就要破产了 而且乌克兰自己的官兵阵亡 才多少抚恤金 给外国人数100万美元 是乌军的数百倍 乌军还不得起义了 想当初1.6万名雇佣军 气势汹汹要到乌克兰收拾俄军 结果俄军紧紧发射了几枚导弹 炸死了180人 结果不但雇佣军崩溃了 连乌克兰政府都不敢用了 这还能打仗吗 普京是真的文准很 就知道这些人的死穴在哪里 轻轻一戳就露线了 事实上俄军最近在西部已经开始大规模轰炸 轰炸对象主要是机场 军事基础设施和训练基地 俄军突然将战场扩大到乌克兰西部 我认为主要是三方面原因 一是这表明乌克兰东部的战事正在进入后半段 很多人看不懂俄罗斯这次特别军事行动 觉得打这么久也没拿下几座城市 这不是失败是什么 然而现实却是 俄军不但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完成了分割包围 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只是城市因为俄罗斯过民警卫队 把市民当人质暂时预阻 但俄罗斯的军事目的却从来没有耽误达到 莫斯科时间3月13日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 发布俄武装部队在乌特别军事行动最新简报 简报中称 自2月24日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共对3736个乌克兰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 共摧毁1234辆坦克和装甲车 450尔门火炮和迫击炮 120尔门多管火箭炮 1013辆特种军车 击落击毁100架飞机和139架无人机 俄空天军在3月13日的行动中 在基辅以东新拜科夫空域 击落一架乌克兰空军苏24间机轰炸机 击落11架无人机 而武装部队在当天的空袭中 击毁了46个乌克兰军事目标 包括三个指挥所 一套防空武器系统 两座弹药库和33个装备及节点 俄罗斯对乌克兰去军事化的进程 一直都在推进 并且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大 那么对于乌中部和东部的乌克兰国民警卫队 在被持续围困的情况下 但净粮绝难道不是早晚的事情吗 谁来支援这些把乌克兰平民当人质的纳粹军 现在俄罗斯开始轰炸乌克兰西部的军事目标了 这表明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军事目标 已经基本被摧毁 就剩下最后拿下城市了 一旦拿下城市 接着就是向乌克兰西部进行军事突击了 轰炸西部只是一个信号 二是俄军再为西部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俄罗斯绝对不只要拿下乌克兰中东部 而是整个乌克兰 这个拿下不是说一定要全部占领 而是要控制整个乌克兰 普京的目标是至少乌政府要承认克里米亚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的主权 我认为整个黑海沿岸 俄罗斯都会彻底控制 俄罗斯控制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让这些地方也宣读独立 独立后加入俄罗斯 另一种方式是乌克兰修宣布中立 不再寻求加入北约和欧盟 然后允许俄罗斯使用乌克兰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 乌克兰如果投降的足够走 可能还能保住乌克兰西部 如果不能更早投降 就像普京说的那样 乌克兰可能就不存在了 不管乌克兰怎么想 俄军轰炸乌克兰西部已经表明 他们正在位在乌克兰西部 进行军事行动做准备 三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 不会半途而废 对于俄罗斯这次特别军事行动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亲西方的博主们 看起来比普京更紧张俄罗斯经济 在他们的文字里 俄罗斯马上就要经济崩溃了 甚至已经崩溃了 然而现实却是普京面对西方的制裁非常淡定 哪怕美西方把俄罗斯的猫都制裁了也没用 最新消息美西方又要制裁俄罗斯的狗了 但那依然动摇不了普京拿下乌克兰的决心 对乌克兰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是既定目标 为了这一目标 普京说过可以让乌克兰不存在 在轰炸蔓延到乌醉西部的城市利沃夫的时候 俄罗斯可不是靠谁能唱崩的 普京难道不知道怎么做对俄罗斯更好吗 难道还需要中国的键盘下来交吗 嘴炮注定不是大炮 普京需要大炮 根本不在乎嘴炮 普京这一次不拿下乌克兰 彻底解决俄罗斯眼前的致命威胁 绝不会罢首 政治家就是政治家 至少会考虑数十年之后 乃至百年后的国家命运 普京至少考虑俄罗斯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他之所以做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决定 就是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因为如果现在不决策 那才是最坏的结果 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 未来俄罗斯就可以全力与中国合作发展经济 而不再受西方的威胁 我们不需要操太多普京的心 只需要看局势的发展即可 只需要关心这种局势 对中国是好是坏即可